各位賓民你們好 趁有時間又可以到處逛逛 今次去到九龍灣的地理站 德福廣場很有名 我每次來都要經過德福商場 無論你是進去或是經過其他地方都走不掉 但今天我不是去德福 今天想直走去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或是這個商場 其實也有名的 我相信你一說出來大家都會知道 但我不知多少朋友真正正去過這個 比較小的商場 德福當然大很多 而且新很多 而這個就比較小很多 而且我相信大家說起這個名字 大家就會想起2003年的 大家都猜到我想說什麼商場 就是淘大 沒錯 很難不想起2003年的 如果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 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就看看歷史 2003年 我現在正在去淘大的商場 聽聞裡面有一間隱世的標行 其實都是標迷告訴我 還有這間隱世的標行 其實已經做了超過30年 應該是33年 都押立在這個淘大的商場 進去之後就上一樓 看到Taste 再走過一點就應該看到這間標行 希望開了 不過有時候我還是早了一點 可能還是未開的 看看 就直行 應該前面這間就是了 對 前面 真是未開門的 對 未開門 這間標行 就叫做什麼名字呢 就叫做Champion Watches Champion Watches 也寫了在這裡 還有旁邊那些 甚麼搬遷減價那些 低至三折 這些真的很搶眼 減價低至三折 Sale Up to 70% 飛迷也說了 老闆其實也不想繼續做下去 你知道這些店舖 如果商場說你要搬的話 你也要搬 這個商場 其實頭大是行龍的 我真的在外面看看 雖然未開門 外面也有一屆 也有很多手錶 外面有Fossil Watches 即是比較時尚的手錶 不過Fossil 也是Fossil Group 所以其實也蠻厲害的 然後就有Emporia Armani 我相信也是以石鷹錶居多 不過其實你也看到 是有些機械錶 做流胸的機械錶 也有的 大家看看吧 之後就看到 Timex 包括美國的牌子 以及很出名的 Timex Q 造型真的非常有70年代的風格 所以我也很喜歡 而且 Timex Q 也是很便宜的 對 也有這個聯繫 我也很高興 Timex 順應潮流 因為以往 早年真的出了很多 成型錶 很便宜的成型錶 現在也多出了這個機械錶 剛才也提及到 Timex Q 也推出了這個機械版本 所以真的順應潮流 亦都增強它的競爭力 所以也很好 當然 說得地區小店 就怎麼少得日本的手錶 包括Casio Seiko Orian 當然是不少得的 這間店鋪也有的 真的很開心 其實這間店鋪未開門 已經廚窗這麼多手錶看 也沒所謂 大家經過也能量一量 它是Edifice的手錶 亦有很多選擇 很多不同的種類 大家真的要慢慢來看 我也說不了 當然也有其他的Casio手錶 當然也是挑戰電子錶居多 不過選擇真的有很多 而且你看見這些手錶 你也知道價錢也不會太貴 也是適合地區小店的定位 不知道拍完這段影片後 會否有很多跨區的朋友來 當然我也希望能做到這個效果 它的價錢明碼實價 很清晰 有些還貼到這麼大隻在錶面上 看到這麼便宜的價錢也很開心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外面也寫著很多錶都是七折 而且最低是三折 我看到三折 通常是七折 有些錶是半戒 但最低是三折 即是搬遷,沒辦法 所以也要清貨 所以基本上很多品牌都是七折 還有其他品牌 G-Shock 手錶 我也經常說 即是隨時錶迷就比我更熟 因為我本身都是居多 最初都是居多的 G-Shock 這家東西 大家都比我更熟 我也要鑽研多些 不過我看到有些G-Shock 造型 尤其是G-Shock 尤其是G-Shock G-Shock 真的很帥 而且它那些金屬殼 你看到 也會覺得 一點都不太做工 價錢也看到 一無了然 你看到這麼帥的金屬殼 首先有些高級錶的味道 然後又令你想起以前小時候戴的Casio 即是有懷舊的味道 我覺得一舉兩得 你懷舊之餘 戴出來也不會太過膠錶的感覺 尤其是你上班見客 即是你戴金屬的Casio 我不會覺得你買不起瑞士錶 而是真的很潮 即是買這麼漂亮的G-Shock 手錶 說得Casio 當然也不少得SEICO的手錶 很多SEICO的手錶 我都越來越說多了這個SEICO的手錶 有些模特兒 都是我之前在不同的標項介紹過的 真的挺多的 但SEICO的價錢現在真的十級以上 難道真的早買早享受 買完之後 嘩,那些錶越來越貴 其實它越來越貴 就給予其他機會 例如ORIAN手錶 就可以上位了 還有這個 淨Toner 價錢也看到了 難道它說7折 即是包含這些? 4Toner 真是不知道 大家最好去到店舖 跟老闆查詢一下 總之它真的太多了 我都不可以慢慢地介紹 總之大家看到你 可以去看看 看看有甚麼半價 之前SEICO Fire Sports 跟日本動漫聯成的版本 包括 Street Fighter Street Fighter也有 半價 好了,等了一會 終於開門 現在不單在外面看廚窗 可以進去慢慢地看 我納落也挺多的 如果大家喜歡買中 如果大家喜歡買中 不要送 買中 真的可以進來看看 還看到有一隻馬車 真的挺漂亮的 這裏是ORIAN 沒錯 有CASIO 有SEICO 有ORIAN 都很合理 亦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我真的覺得 如果初出茅廬 剛出來工作的朋友 甚至是學生 我覺得ORIAN 真是一流 而且它很便宜的價錢 都買到機械錶 可以當作一個入門版本 Abootus也有 Abootus 亦是七折 Abootus 其實我從來都未介紹過 不過我想起自己剛剛儲錶的時候 其實也是買過Abootus的手錶 當時我記得永安 有一個專櫃 專門買Abootus的手錶 當然還有其他品牌 但我並不記得 Abootus我自己也買過 其中一隻我記得 是流胸錶面 又透底 我曾經說過 當時很喜歡這種手錶 總之無論底或面 你都看到機械的運作 就很開心 一件上心樂事 之後當然買多了錶 沒有再去買這個牌子的手錶 但之前那些錶 其實也有些送給親戚朋友 還有這個鐘 剛才看到 有馬車拉著 真是豪華到 如果你在家裡好像佈置到白金漢公 或凡爾賽公 真的可以考慮一下這個鐘 不過我覺得 標誌也看到 價錢是一件事 不過另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你的櫃頂 是否有空間 放到這麼大的鐘 以及其他傢俬 是否都配合到這個鐘 這個才是困難的地方 我發覺 最初我以為只有CASIO SEICO 以及Fashion Watches 但我進來後 我發覺 不是了 其實它有瑞士手錶 而且也不止一個牌子 現在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Coin Watches 當然是比較早期的設計 以及有它的生肖系列 如果大家適合這個生肖 你也可以看 半架 這些半架 不是30% 這些它寫著60% 這些就是Earnsure的手錶 我之前在七部標項 也介紹過 Earnsure的手錶 它有很多Open Heart的設計 看到擺輪 都是一件上心樂事 這隻很鮮艷 這些是全部四節的 即是剛才的Coin Watches 就是半架 然後這些 還有四節 哇 真是很划算 大家有空 真的要來看一看 正在做清貨才有這個價錢 這些就寫著七節 就是Earnsure的手錶 E Bolo 我看到這個專櫃 突然令我想起這個Sogo的瑞聯標項 突然覺得這麼相似 這些專櫃 但現在是一間地區的小店 大家也看到 好像有Moon Face 這些應該是有石鷹錶 也有機械錶 總之都是做七節 我覺得這裡看到的女裝錶 其實也很漂亮 尤其是錶帶和錶面 真的挺吸引 而且是女裝 我看到它也挺多 女士的恩物 雖然說是石鷹錶 但它有些有雙石 然後錶面的顏色又那麼搶眼 錶帶那麼搶眼 石鷹也沒所謂 只是配襯衣服而已 女士都喜歡配襯衣服多些 其實你買一隻機械錶 它會覺得你好煩 可能男士會多些欣賞機械 女士都未必一定 其實機械和實驗都可以 總之 最重要的是大家知道 這間店大概有甚麼牌子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剛才看到 有些日本的牌子 地區小店經常有的牌子 也有些瑞士的牌子 ERNEST BORO 也是其中一個代表 是七折的 還有半架 這些是甚麼錶呢 這個就是寶劉華 寶劉華社也說 現在是Citizen旗下的手錶 但這些寶劉華 其實就是早期一點的寶劉華 即是說是Swiss made的寶劉華 我都認得 因為我其他標項都曾經拍過 所以我記得 這些應該是Swiss made的版本 可能是十年以上的手錶款式 但坦白說 也挺漂亮 而且是Swiss made 瑞士機心、瑞士製 當然是有保證 所以也挺吸引 還有酒筒型的版本 雙石版本 還有一些剛才看到Open Heart的設計 所以如果大家不是要購買最新的寶劉華 當然它復刻很多軍標 其實也挺漂亮的 如果大家想要瑞士的寶劉華 原來這裡也有 還有它寫著 沒有看錯 半架的 大家有數就可以了 半架的寶劉華 瑞士就是寶劉華 你也要大概知道價錢是怎樣的 所以它又有Coin Watch 剛才提及過 Coin Watch Boulevard Earnest Borough 也有很多瑞士錶 但我似乎還看到其他的 真是令我嘆為觀止 因為起初我真的想不到 原來它開店後走進來 是看到這麼多瑞士的品牌 當然有Coin Watch的話 應該也有Doxer了吧 嘩 是不是 因為之前也提及過 是同一個代理 Doxer是七折的 Coin Watch是半架 這個便是七折 看到它寫著 深潛三百 這個Shark的版本 48mm錶景的潛水錶 除了潛水錶之外 還有其他流胸機心 錶面 Open Heart的設計 還有一些Everyday Watch Doxer的手錶 可能大家看得較少 因為通常見開的都是潛水錶 或者是飛揚魚手錶居多 現在呢 咦 這裡 有些我還記得 應該在標展那裡 也有做特價的手錶 嘩 即是 標展完了之後 咦 難道移私了 來這裡 這個Champion Watches 嘩 這裡也有很多Doxer的手錶 當然 如果大家要追求最新的那些款 未必這裡可以找到 但如果大家也不太介意 一定要最新的版本 而你想買一隻Doxer的手錶 瑞士錶 瑞士製百年老牌 其實這些錶都可以想想 標展就沒有 但這裡還可以買到一些 價格較便宜的Doxer 而且它無論如何都有一隻潛水錶 48mm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持續 但一定有些朋友可以帶到 因為我標展 我都看到有些錶米 手腕應該不止七吋 這些朋友可能適合你多些 不過它真的比較斯文 Everyday Watch 的版本 是會多些少的 即是有Coin Watch 有Doxer 還有潛水錶這個版本 還有沒有瑞士錶呢? 其實還有的 那是甚麼瑞士錶呢? 就是天梳 天梳呢? 它寫著八折 也有很多這些天梳的手錶 真的不可以一一進入 其實我都問過老闆 我說其他錶不是做七折 例如Doxer 做七折 那天梳八折 可不可以多些嗎? 其實答案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它寫著八折 如果錶迷去到 大家有看過這個頻道去的 老闆一定會再多些優惠折扣給大家 天梳大家都很熟悉 這些款式應該就是早幾年的款式 當時多些國內的遊客可以來到香港 咦?這些不是Doxer 這些不是Doxer 又不是天梳 這些是幾十年的 New Old Stock Vintage 手錶 應該手上鏈的 應該 嘩!還有 嘩!很棒 這兩隻是Middle的石影錶 不過就是New Old Stock 幾十年歷史的Middle手錶 你看到那個Logo就知道了 雖然是石影錶 但非常有味道 而且旁邊見到兩隻Longine的手錶 應該是手上鏈的手錶 定價在此 嘩!Longine的手錶 聽老闆說 原來之前 當然我也沒得見 就是有這個GP New Old Stock 還有GP New Old Stock 不過那些都已經賣光了 基本上 現在還有一些 New Old Stock很舊的手錶 大家可以看到 浪琴也有兩隻 定價都是幾千元 大家真的要來看看 其實天梳旁邊 還擺著山道士 真是排山島海山道士 排山島海山道士 多到我都很穩穩 太多了 很多山道士 基本上我發現這個店 無論你是喜歡入門的日本手錶 或時裝手錶 它有很多 如果你喜歡瑞士手錶 其實它亦有很多選擇 剛才也看到 Sandos不是瑞士手錶 不過你有Coinwash Doxer Earnest Borough Tensor 還有其他瑞士手錶 還有一開始說 還有很多的鐘 淋淋中中 淋淋中中的鐘 很多很多 鬧鐘當然是很多 因為它也是服侍地區的客戶 鬧鐘 寡場鐘 總之非常之多 所以我覺得 真是值得來的 最初我老實說 就不是抱太大期望 為甚麼呢? 因為我上網 錶就告訴我有這個地方 我也上網看一看地點 地址 我看到網上的照片 通常都是拍外面 外面的錶 就是一些比較大陸 很多地方都有的入門手錶 不過我來到現場 就算外面的錶 已經淋淋種種 很多牌子 很多選擇 便宜的選擇 非常之多 然後進去 不得了 原來還有這麼多的瑞士手錶 瑞士牌子 還有些New Old Stock的手錶 剛才看到進去 還有手上鏈的Longchen 真是不得了 所以地區店舖就是這樣 其實裡面有很多寶 不要當作是草 我也不知道 老闆也說 其實老闆很好聊 我還未說自己是拍片 已經跟他聊了一會 才說其實我是拍片的 老闆也說 因為商場可能會收回舖 所以他也要搬 但搬你又要投入幾十萬的資金 最少去裝修另一個舖位 他覺得到這個年紀 其實真的不太想做這件事 即是人都累了 說真的 唯有希望多清貨 所以現在基本上都是七折 有些是五折 半價 有些是三折 而且老闆也跟我說 是好 如果要看片去 儘量都明白大家 有些居馬費也要 都要跨區來 然後還要吃頓飯 總之如果大家說是看片去 會儘量再多些優惠 老闆真的很好人 所以標迷跟我說這間店 就是結業 他也很捨不得 我都完全明白他的感受 跟老闆談完之後 好啊 希望大家也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支持地區小店 好像這個淘大商場裡面的 Champion Watches 還有支持我拍片 我真的很喜歡周圍去 讓大家多看一些香港有特色的地方 尤其是標店 所以都很希望大家能夠用些免費的方法來支持我 包括訂閱、like、留言 好啊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